乔政坤 怎么是你 老爷 没事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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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们下去 是 是 上官亲 你把瘦果藏哪儿了 没想到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竟然为了一个瘦果 跟我翻脸 要不是我告诉你瘦果的秘密 你根本不知道有瘦果这回事 你真是太不讲义气了 说好了三个人平分 你为什么一个人拿走了 我告诉你 我压根儿没拿到瘦果 你胡说 我的人都看见了 那你让他们来对峙啊 你啊 你还在罪子 你还是嫉妒你啊 叫什么 其他人都管她 乔顾 我们都管她 什么aho 别人家 其他人家 不想帮我 已经难道 我 不就是为了你吗 好 既然你不相信我 你现在可以对我开枪 开枪 沈光芊 你最好不要骗我 你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现在只想保住我儿子 乔振天的命 别让他跟我一样 放心吧 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兄弟 你不知道宋小姐 找我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啊 没什么事 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 宋小姐说笑了 想逼宋小姐来找我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其实呢 我是想开一家报社 收过几家制药厂 现在就差一纸批文了 事后 不会忘了你的好的 宋小姐啊 你如此能说会道的 这个忙 我闻轩一定帮 这个忙我闻轩一定帮 你怎么办уж来 不信心 没有 你怎么真爱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理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谢谢啊 你脚扭伤了 应该多休息 别再忙了 没事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今天还要倒不少药材呢 我还得收货呢 云成 云成 不好了 出事了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原本给咱们供货的药材商 都不卖货了 那外地的药材商呢 那可是几十年的老关系了 城里城外都传出了消息 说是一个人买走了所有的货 一个人买走 不会又是乔政天稿的鬼吧 我看不像 不止咱们一家医馆 所有的医院和医馆 都买不到货了 这外面怎么了 出去看看吧 林翔 你留在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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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啊 欢迎大集啊 欢迎大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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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同学同学 好 好 来吧来吧 里边请啊 都里边请啊 来 住手啊 住手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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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啊 里边请 里边请 奇怪 那个女的不是宋记者吗 来 去里边换过去吧 她怎么做起生意来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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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打听了 听说这个齐兰德商行啊 出价很高 市面上能买的药全都买了 刚才有很多人在骂她 她 她这是损人不利己 我至少要讲讲道理去 小姐 小姐 你千万不能去 小姐 你想想 这老百姓能忍一天两天 那忍不了一两个月 再说 他们后面有日本人撑腰 这很多商人都怕他们 还有点奉承他们 日本人撑腰怎么了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还不信治不了她了 大黄 你看好医卦 我去一条市政厅 我陪你去吧 走 小姐 齐兰德商行的货物可以放心 你给他们送我去吧 是 慢着 你先下去吧 好的 原来是你批准商行 经营药材生意的 你不知道他们用高价垄断了药材 全城都没有药可以用了吗 老百姓去哪儿看病 云长 这可是正当的商业竞章 商行的老板宋子清 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我为什么要帮他 因为他是我的女人啊 我不帮他 谁帮他 文轩 你有女朋友了 恭喜你啊 我又能找你恭喜我吗 你是觉得我上官文轩 找不到女人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你们 早日修成正果 云长 我们走 上官文轩 你嘴上说着多喜欢阿瑶 背地里干这样的勾当 我告诉你啊 你这种以权谋私的人 我看不起你 不要脸 阿瑶 来看一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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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瑶 阿瑶 你等等我呀阿瑶 你干吗啊 阿瑶 你别生气了 文轩她就是 鬼迷心窍了才会被宋子清骗的 我没生气 文轩她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好 那是她的事情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 我喜欢的人也不是她 星辰 她可能也回不来了 她一定会回来的 不管她什么时候我回来 我都会等着她 阿瑶 怎么从小跟文轩一起长大 万一她真的是被宋子清骗了呢 我一直都把文轩当弟弟看 但愿宋子清是真心对她吧 二位美女 小心点啊 二位美女 你们想干吗 黑哥俩耍耍耍 你们走开 你走开 你走开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再跟往前 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来 下 运程 瑶瑶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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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程 阿瑶快躲起来 阿瑶快躲起来 快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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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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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运程 没事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你快躲起来 就躲起来 快躲起来 我躲起来 你躲起来 你躲起来 我躲起来 我当时在国外啊 去学防身术了 这对付这几个毛贼 真是绰绰有余 对付这种人啊 就应该下狠手 免得下次啊 还得出来害人 你说得对啊 对付这种人 包括宋子清 就应该以报制报 阿姚 你先回医馆吧 我回家有急事 我先走了啊 云儿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找你 我也有事找您 那你先说 什么事 我想要十万大药 十万 十万 你女儿可是狮子大开口吧 云儿 你说清楚 要那么多钱干吗 齐兰德商行 想要垄断云海市的 所有药材生意 我得跟他们打一场贸易战 这件事情我听说了 这个商行背后 有日本人出资 你斗得过吗 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他们 他们之后会垄断其他的贸易 到时候 云海市的贸易 全被他们给垄断了 我们想阻止都来不及了 云长 你说得太邪乎了吧 不就是一个商贸 他还能反啊 能 能 爹 去死了 去死了 爹 你看看他 他本来就是 好了好了好了 别吵了 云儿 我身为商会会长 当然不能看着日本人 胡作非为 但这件事情 我也不便亲自出马 这事就交给你了 我就知道爹对我最好了 老爷 你真的要给他十万打呀 就让他这么糟蹋吗 我拿去帮人 总比你输掉墙 对不对 月儿 过来 我有事找你 好 老爷 你真的要给他十万打呀 好吧 爹问你 沐行辰到底是什么人 他就是一个兽医啊 兽医 你不是很想打败齐兰德商行吗 如果你隐瞒爹的话 钱就没了 爹 你准不能让我为了钱 出卖朋友吧 出卖朋友 爹这次跟乔政坤 上官卿 去了迷雾森林 就是为了寻找圣果 结果碰到一群怪人 这群怪人全都能操纵直路 其中有个怪人 听说是沐行臣的师父 叫空蝉 你一定知道 快点说 到底沐行臣是什么人 那我就跟你说吧 其实是这样的 他知道上官卿 把你们骗去神木族之后 就赶回去帮忙 没想到回去就不让他回来了 原来上官卿想找到圣果 是想复活他的妻子 难怪他连夜逃跑 上了他的当 爹 这件事可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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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上官卿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报复他 如果上官卿 是沐行臣的叔叔 那你才应该小心一点 你跟沐行臣走得那么近 恐怕上官卿早就盯上你了 他不会回来了 算了不说这些了 时间不早了我回医馆了 好 爹送你回去 来 走吧 来 好 谢谢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季 沐昕城私自前往外界的事 大家也都知道了吧 虽然他是我的儿子 也不能姑息纵容 大家说说 该如何惩罚他吧 族长 星辰呢 这次虽然违反了族规 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他是为了要救治神术 你看现在他也救治了不少族人 也保住了神术 如果你惩罚他太严厉了 是不是不太好啊 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啊 好 虽然慕行臣就治族人有功 但也不能就此放过 那我看就罚他抄一千遍族规吧 你看行吗 好吧 还不谢谢你父亲 谢族长开恩 神虎 假扮少主欺瞒族人 罪不可恕 是我逼他霸王不能罚他 组长 我有罪 我甘愿受罚 师虎 少主 你不用他扑他 他是侍卫 知法犯法 罪佳一等 父亲 师虎是因我才隐瞒事情 不能罚他 那就罚他去伐木厂当苦工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赦免 谢族长 罪不准赦免 你看星辰已经回来了 他跟小女月影的婚事 是不是 神术尚未治愈 我没心思考虑 放肆 你们的婚事早已定下了 阳昏 你去选个良辰集日 尽快让他们完婚吧 是 谢谢所长 你帮我 阳昏 阳昌先生在干嘛 你们 没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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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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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了没有啊 干嘛 你烦不烦啊 明天就要跟宋子清开战了 我有点紧张 睡不着 陪我说说话呗 哼 你为了十万块大洋 就把星辰出卖了 我才不想跟你聊天 你没告诉他我能听见吗 我没有出卖他 是我爹早就知道神木族的事情了 我告诉他 也是想让他提防一点上官清 哼 要不是你 我早就去找星辰了 我也想去找他 要是他在的话 肯定会帮我想主意 陪我度过这次难关的 还是有点想他了 好了 别难过了 这不是还有我留下来陪你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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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江 你最好了 谢谢你啊 最喜欢你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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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喜不喜欢星辰啊 喜欢啊 当然喜欢啊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喜欢他啊 临危不乱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 他都能解决 还喜欢他身上那股草药的香味儿 不过 不过 再喜欢有什么用啊 他又不回来了 行辰 你怎么来了 你看 这是我给你做的荷包 喜欢吗 我不带这种东西 没关系 行辰 你喜欢什么 我给你做啊 我什么都不喜欢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冷冰冰的啊 我不一向都这样吗 还有 之前陪你的人是石火 不是我 你不要跟我提这个人的名字啊 他是个大骗子 我讨厌他 他欺负你了 你想什么呢 好想永远这样 好幸福 你最好还是好好想想自己喜欢的是谁吧 难道我喜欢的是石火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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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可能 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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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到 跑 岳阳 岳阳 岳 岳阳刚走 我看他还是挺在乎你的嘛 阿虎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 我支持你 追他 人生苦短 别想那么多 让自己后悔 叶小姐 这些伤口从今以后就都是您的 是 是 是 谢谢诸位了 给 给 给 那叶小姐 拿好啊 我们就告辞吧 告辞了 再见 先告辞了 好好好 宋子卿他想要垄断贸易 我偏偏在他旁边做生意 大黄 你去给我查清楚 他的经营范围跟进货渠道 他们卖什么 咱们就卖什么 而且得货比他们好 价比他们低 好嘞 好嘞 姚老板 您那边有多少药材我就要多少药材 如果有人用高价来买的话 谢谢 您记住 我永远比他高一层 我永远比他高一层 好 好 那一言为定 我已经从周边的大城市调配了大量的药草物资 这回宋子卿不管囤了多少药材都没有用啊 太好了 云巢 可是这药材进云海市是不是要批文呢 当然了 码头的人也准备好接货了 批文 现在批文归文轩馆 他会帮我们的吗 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总不能因为我骂了他几句 就借死不救吧 上官文轩 我好话说尽了你就是不肯给我批文 你就这么喜欢那个宋子卿 帮着日本人一起欺负中国人吗